吴建豪以及安苡萱主演的偶像剧下一站幸福收视率创新高 打败了由小猪和杨晨林主演的海派甜心 自然呢要好好地庆祝一下 只不过这个庆祝的方式有点狠哦 台湾偶像剧下一站幸福约到结尾收视率越高 最高标到8.23 男配角吴康仁为了实现收视率破7就跳水的诺言 昨天在游泳池挑战7公尺高的跳台跳水 3 3 4 刚有一点紧张 有一点紧张 还好 我没有练过 原本以为男主角吴建豪也会跳水 吸引了众多媒体到场观看 但实际上吴建豪和导演等人只是站在池边加油 吴建豪还顺便说说风凉话 跳水好帅哦 然后身材又练得那么好 嗯 好羡慕 刚刚 既然跳水这么吸引人 吴建豪自己为什么不试试呢 破什么 破十啊 破十一 破十一 哦好 破十一我跳水 可以啊 啊 啊 说时告捷要跳水原本是女主角安以轩起的头 而现场却不见安以轩 剧组爆料说时率破十 安以轩就要跳港管舞 是以轩 哦 以轩凹的 对 她今天没来 今天又没来 你看那我们要凹一下以轩 她说破十她要跳港管 破十她要跳港管 跳港管 她很会跳 她很会跳舞 太小看她了 我们一直抱她撩 没有 她真的很性感啊 她靠港管超性感 对 她说破十一 对 她说破十一